各位B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不效BB呢 来给大家讲一下 为主最近发布的一个减焦增光转接环 那这个转接环呢 是转佳能EF或者EFS卡口的单反镜头 到佳能EOSM系统 就是EFM卡口的减焦增光转接环 它的型号是EF-EOSM2 那其实我之前做过很多的 为主的减焦增光转接环的节目 包括转M43卡口的 转索尼E卡口的 但是呢 其实我对于这些减焦增光转接环的评价 都不是很好 那一方面呢 是因为画质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减焦增光转接环的里面呢 一般都是有镜片 所以它才可以实现 这个减焦增光的功能 但是如果你加这个镜片以后呢 由于它的一些工艺问题 或者是镜头设计问题 所以呢 会造成一些画质的损失 可以看我之前那几期节目呢 我使用适马画质非常好的 18到35镜头呢 转接过去以后呢 其实画质损失的还是蛮厉害的 其他的佳能原厂的镜头也是一样 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 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对焦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转接环的内部 一般都是带这个触点啊 这个黄色的铜的触点 这个触点呢 就是用来去连接镜头 本身的这个黄色的铜的金属触点 目的呢 就是允许镜头和机身进行通信嘛 但是不同的厂商呢 它的卡口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触点啊 不一样的 不光是它这个触点的位置 形状不一样 而且呢 最大的问题是不同的厂商啊 它的镜头的触点的一些通信 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索尼一卡口的通信 它相当于一套语言 比如说是法语 但是佳能的这个语言 可能就是英语 可能M43的语言 就是德语 它们之间呢 直接相连的话 是不能够相互理解的 所以呢 需要转接环呢 去中间进行一个翻译 一个转换 它才可以工作 由于这个翻译的过程 它可能不同的厂商的标准不一样 或者是它一些匹配度 兼容性的问题 或者是不同的厂商 它的工程人员的开发的能力 翻译的技术的水平的问题 就会造成镜头的对焦的性能呢 是跟原厂的镜头 完全没法比的 你可以看我之前的几期节目 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对焦性能呢 大幅的降低呢 也是这种减焦增光转接环 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对于比如说 不介意画质的人来说 或者是不介意 这样对焦比较慢的人来说 或者是使用手动对焦的人来说 这样比较便宜的 减焦增光转接环 还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选择 但是对于一些要求比较高的人 比如说 我之前出去拍摄活动啊 就是试用了一下 佳能卡口的镜头 转富士卡口 那么你平时拍的时候 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比如说模特 它其实也动的不是很多 都是比较稳 所以你对焦慢一点 没什么问题 但是一些拍摄活动的情况呢 由于它现场的节奏非常的快 光线的环境也非常的复杂 其实使用这种转接的方案 去拍摄的时候 性能基本上是跟不上的 就是你感觉这个相机 拍摄的时候不跟手 很有可能 这个你需要的画面呢 就稍纵即逝就没有了 所以就是会影响你的发挥 所以一般情况下来说 这种转接的方案 都是自己随便玩一下 或者是拍摄一些 镜物啊风景啊 这种情况下 对于对焦要求不高 但是为什么今天要讲一下 围着的这个转接环 我不知道大家用过 佳能的EF EFS转 EFM卡口的官方的转接环 这个就是佳能的 官方的转接环 你可以看一下 写的EF-EOSM 这个转接环呢 大概是 只要苏不百个钱吧 这样的一个转接环 它甚至会低到 100多块钱就可以完成 为什么呢 是因为呢 佳能EF和EFS卡口 它的这个触点的规范呢 是跟EF-M卡口触点的规范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说他们中间 镜头和机身 进行沟通 进行通信的时候呢 是不需要进行任何翻译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之前很多期使用 EOSM系统 转单反EF卡口的镜头 去拍摄的时候呢 对焦是基本上 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完全的达到 EF-M卡口镜头的 这样的一个水平啊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 英文的说话的人 听的人也懂英文 那么维着的这个 EF EFS转 EF-M卡口的 这个减焦增光转接环 它中间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触点呢 它其实也是 直接直通到后方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都没有变 所以它在理论上 它的对焦性能呢 是跟EF-M卡口的 原生的镜头 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我对于 这个转接环 我也是期待了很久 也是非常感兴趣 最近维着终于出了 所以是专门 为大家过来试用一下 首先我们要讲一下 这个减焦增光 到底是什么东西 续体这个减焦增光的原理呢 可以去看我之前的视频 里面有非常详细的 讲过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我这边就不再赘述啊 就是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 它到底会有什么效果 我们现在拿一个 EOS-M的机身啊 这个是佳能的M100 当我拧上这个 转接环的时候 再使用一个 佳能EF卡口的镜头 这个是40毫米 F2.8 STM饼干镜头 拧上以后 大家都知道 这个镜头的光圈是F2.8 对吧 我们拧上去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光圈呢 现在是F2.8 但是我这时候 可以拨动拨轮 可以把它给提升到F2.0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这个减焦增光转接环呢 它可以提供一个 增加光圈的功能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上面有个0.71 大家可以算一下 刚刚我们是2.8光圈嘛 乘以0.71 等于1.988 也就是说 相当于F2的光圈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 增光的功能 那同时在 这个拍摄的时候呢 我现在给大家拍一张照片 那可以看到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 视野的范围呢 是相机的左侧 和镜头的右侧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 这个减焦的环 我们现在把减焦环 给它换成 佳能原厂的 直通的转接环 然后这个是 佳能原厂的转接环 把镜头拧上 好 我们这时候再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的视野范围呢 已经小很多了 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原厂的 拍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减焦环 拍出来的效果 也就是说 我们在同样的位置呢 减焦增光转接环呢 可以把视野也变大 变成了一个 全画幅的范围 那是变的多少呢 大家也可以算一下 40毫米对吧 乘以0.71等于 它相当于变成了一个 28毫米的镜头 但是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佳能的 APSE画幅的镜头啊 它是要有一个 交接转换系数的 也就是要乘以1.6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算一下 这颗40毫米的镜头 在使用减焦增光转接环以后 它会相当于一个 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现在直接使用 这个直通的环的话 40乘以1.6等于 相当于一个 64毫米的镜头 然后我们光圈 再算一下 2.8乘以1.6 相当于F4.5光圈的镜头 也就是说 如果你直接使用 直通的这样方式 去使用的话 它相当于全画幅相机 在使用64毫米 F4.5光圈的镜头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它的焦又变窄了 光圈又变小了 光圈变小的情况下呢 它的画质肯定也会更差 所以其实在APSE画幅的 机身上去使用 全画幅的镜头 是比较不划算的 那么我们再使用 减焦增光转接环以后呢 我们再来算一下 好 我们现在拧上以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面这个0.71的倍数 也就是说 在使用这个 减焦增光转接环以后呢 它的这个焦机转换系数 还要乘一个0.71 那么再算一下 40毫米乘以1.6 再乘以0.71 等于相当于变成 一个45毫米 相当于变成 一个45毫米的镜头 那么我们再算一下 光圈2.8乘以1.6 再乘以0.71 相当于一个F3.2吧 这样的一个光圈的镜头 也就是说 通过这个 减焦增光转接环 在APS-C画幅的 机身上去使用的时候呢 相当于大部分去还原了 它在全画幅的相机上 使用这颗镜头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它所带来的 这个价值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能够拍摄出来 比较接近于全画幅的 三种 一种是 胶外的虚化效果 另外一种是 视野 刚才我们也看了 视角比较宽一些 更大的一方面就是 它在光圈增大的情况下呢 可以降低你的ISO嘛 因为曝光水平 ISO光圈和快门 在快门不变的情况下 你的光圈增大的时候 你的ISO就可以降低嘛 所以呢 它其实也可以降低你的ISO 增加画面的噪点表现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功效 不过其实呢 大家可以刚刚看到啊 40变成45毫米 就是它还是有一些损失的 就是因为呢 佳能的APS-C 它要乘以1.6嘛 那其他的相机的厂商 就要乘以1.5 比如说索尼或者富士 它就比较标准一点 那佳能的这个APS-C 就小那么一圈 那如果你去看 比如说我们算索尼的话 索尼的相机使用 40毫米乘以1.5 再乘以0.71 相当于这个42毫米 也就没增加多少 增加了一点点 那么光圈的话 乘以1.5 再乘以0.71 2.8变成3.0 其实也是增加了一点点 所以说佳能的APS-C 画幅的相机 在使用这个剪较环的时候 还是稍微有点吃亏的 不过其实 已经有很大的价值的回报了 好 那我们之前说过 其他的这个维拙的转接环 有缺点 一个是画质的问题 可能会有影响 一个是对焦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首先是画质的问题 那我有专门去使用 这个剪较增光转接环 转接全画幅的镜头 去跟佳能的 全画幅的单版的相机 直接使用全画幅的镜头 来做个比较 使用的是佳能的5D4 当然我自己没有5D4 这个是由我们的赞助商 无优相机租赁提供的 如果你想要体验一下 全画幅相机 或者是高端器材的话 你可以扫描一下 屏幕上这个二维码 咨询一下 然后我就做了一些 对比的测试 你可以看到 在画面中央的区域 它的画质 基本上是没有变 我们是对比等效 比如说这个50毫米 1.8光圈 那么在M100上 使用的时候 它就是F1.2的光圈 那么1.2去比较 全画幅 1.8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在中央的范围的区域的时候 它的锐度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包括这个1.8光圈 包括2.2光圈 包括2.8光圈 拍摄了一个三分线的位置 我们一般拍人像构图的时候 都会把人的面部 放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这个区域的 锐度的表现 也是很重要的 可以看到 在使用不同的镜头的情况下 这个维拙的剪焦增光转接环 确实有一点点下降 但是相比于维拙之前的 剪焦增光转接环 它的表现已经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我听说 维拙为了降低 这画质的损失 专门去找了一家 比较大的厂商 去定制的这样的镜头 但这个大的厂商是谁 我就不讲了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的画质的提升 还是非常的明显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我觉得是完全可用的一个水平 我个人自己用的话 我觉得完全足够用了 所以其实还是表现非常的不错 是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这部分的冷却是比较的 我们人类疑伥者 的 冰箱的 在此之后 这部分它们没有 就再科学来 用 我们这些词 这种 这种 我 学习 许 你们 时 我 太会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么在对焦方面 因为它是直通的 所以它理论上应该是跟原厂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对焦性能 你可以看到它的对焦 没有任何的拉风箱的现象 就跟使用原厂的镜头是一模一样的 我出去做实拍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它在现场的表现 都是非常不错的 我个人认为是跟原厂 几乎没有任何差别 所以说用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在对焦方面的话 大家可以不用呆惊 那么在视频对焦方面的话 其他的这个剪焦转接环 甚至是有原生卡口设计经验的 是吗 它们在做视频对焦的时候 都会有些困难 包括Metabonce也是 但是拍了这几段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由于佳能的这个双核对焦系统 非常的优秀 所以在使用剪焦环以后 它这个对焦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是你指哪打哪 因为它还是触摸屏 所以它这个对焦表现也是 基本上跟原厂是一样 包括你在拍摄的时候 使用人脸识别 因为佳能双核对焦 这个人脸识别识别的非常的准 而且不光是你正脸 它也可以识别 你脸背过去以后 它也可以持续的追踪 所以说它的表现 也是非常非常令人满意的 我之前其实在 EOS M550的节目里面 直接挂载过 佳能的24105F4这个镜头 因为我要拍视频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使用恒定光圈的镜头 因为它是F4 但是如果你在M550上使用 它是APMC画幅 所以它其实是相当于 30多毫米到160多毫米的镜头 它在广角就没有了 但是如果使用减焦增光的 转接环以后 它可以大部分的去还原 24到105这个焦段的范围 同时它的光圈还可以提升到F2.8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它也不会损失任何的对焦性能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用 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配件 包括大家都应该知道 佳能的这个M550 它是可以拍4K的 但是它4K的情况下 它有比较大的剪裁 所以就是如果你使用APMC画幅的镜头 它反而剪裁了更多 如果你去在M550上 使用这个减焦增光转接环的话 并且使用APMC画幅的镜头 比如说试码的这个18到35 你在使用转接环以后 它可以极大的去 把4K的这个剪裁再还原回来 同时也可以增大光圈 所以它才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 所以对于佳能4K剪裁的这个问题 使用减焦增光转接环 也可以一部分的去缓解 我也试过其他很多的镜头 包括佳能原厂的24到70 24105 什么35L 什么85L 或者50L 反正基本上都试过一遍 它的这个对焦性能都非常的好 包括51.8STM之类的 包括永诺的这个EF卡口的镜头 比如说是51.8二代 现在可以给大家再试一下 现在我挂上的是这个永诺F1.8 它虽然说这个马达的声音比较响 但是它的对焦还是非常迅速的 好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减焦增光转接环 它的各方面的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 完全打消了我以前用微卓的 减焦增光转接环的两个最大的顾虑 所以为什么我非常激动 这个微卓这个减焦环出来以后 是因为我的节目 大部分应该都知道 我是做性价比的节目 就是我希望能够以最低的价格 能够获得最好的效果 或者是能够达到几倍于这个价格的效果 我之前也给大家做过这种 等效光圈的对比的节目 可以看到可能一个5000块钱的一个组合 表现出来的这个画质 基本上是跟两三万的价格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这个微卓转接环 它是一个极大的提升性价比的一个配件 你像我这个M100 我是买了一个二手 花了1200吧 微卓的减焦增光转接环 现在市面上大概是800块钱左右 也就是说这一套组合是2000块钱 那么它所能够拍摄出来的这个画质 包括它的对焦表现 应该是相当于全画幅最便宜的 现在佳能具备双核对焦系统的单反应该是6D2 6D2现在二手的话也要8000块钱左右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你有一个2000块钱 你就可以达到8000块钱相机的 890%的这样的一个性能 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之前很多人问我 说佳能的M50或者M5 M6 它跟佳能的200D比的话 谁的性价比比较高 或者说推荐我买哪一台 我基本上一直没有回答 是因为我一直在等微卓的这个转接环 这个转接环出来以后很明显的 因为200D它是EFS卡口的 也就是EF卡口 它是不能够转接这样的减焦灯光转接环的 所以它就没有这种能力 来去使用全画幅的镜头 达到一个接近于全画幅的效果 所以现在就很明显 如果你想要以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 去达到接近全画幅的拍摄的效果的话 那么EOS M系统 M50或者是M5 M6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包括其实M100的话 我觉得也非常不错了 它也是具备佳能的双核对焦系统 那你可以看到我那个实拍 它的拍摄的过程 它对焦也是非常的迅速 包括拍的视频 也是使用M100去拍的 抱怨就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所以说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如果你想要使用微单系统的话 比如说跟全画幅的 加上最近发布的EOS R 对吧 这台相机虽然说是非常不错 非常香的 但是也要一万多块钱 对吧 那么你想一想 同样有侧翻屏 有翻转屏 有麦克风 有4K的功能 对于入门用户来说 它所能够具备的功能 M50都有 对吧 那么你在使用M50的同时 如果使用这个 维着的剪焦增光转接环的话 它可以说基本上就是一台 小的EOS R的 或者达到890%功能的 这个EOS R的 但是它的这个价格 也就是现在二手要3000块吧 再加一个转接环 就3000多块钱 也就相当于一个EOS R的零头 所以其实这样算下来的话 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我之前有发状态 说维州的这个转接环出来以后 它能够极大影响 全画幅的销量 比如说很多朋友问我说 现在尼康的第610 或者第750 还值不值得购买 它们毕竟是全画幅的相机 比较便宜 大概六七千块钱 七八千块钱这样的 但是有了这个减胶环以后 那么这些相机的 它的竞争力就没有那么高了 它的全画幅本身是一个优势 那么减胶以后 它的优势就不大 它反而会有一些劣势 比如说尼康在LiveView的 对焦模式下 它的对焦速度非常慢 没有翻转屏 或者拍摄视频的时候 那个对焦性能 完全没有办法影响 我们现在是一个视频的时代 拍摄视频的时代 你现在还去买这种 连拍摄视频自动对焦 都不利索的相机 可以说是基本上落后时代了 M50它也是2400万像素 但是A72它的视频的对焦的性能 肯定是没有佳能的 双核对焦系统好的 同时索尼的全画幅的镜头 大家都知道都比较贵 其实你再算一下的话 A72的话 现在也要六七千块钱 其实也跟M50搭载 维着的这个减胶增光转接环 来说性价比也没有办法比 而且它也没有翻转屏 也没有触摸屏 所以其实你要综合这种操控 翻转屏性价比 各方面来说的话 由于维着的这个减胶增光转接环 表现的确实是非常优秀 你不管是搭配M100还是M50 包括我现在正在录视频的这个M5 包括M6 其实它的表现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大家都知道 佳能EF卡口的单版的镜头 有很多性价比非常高的选择 比如说这个试码的这个18到35 我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 不光是它光圈比较大 焦段比较方便 而且它在全画幅的模式下 也是可以使用的 那么在剪焦过以后 它也是一个F1.2光圈的镜头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其他的比如说佳能的这个小滩鱼 5超米STM F1.8 因为这个镜头大概要500块钱左右 很多APS-C画幅的佳能用户 都会买一颗这样的镜头 我之前也出过80D 搭配这颗镜头的一个实拍 但是由于它的交界转换系数 它会变成80毫米F2.8的镜头 所以它其实并没有发挥出 它全画幅的一个实力 但是如果你使用这个 剪焦增光转接环的话 它就可以最大化的去发挥 它这个全画幅的相场 你可以获得一个全画幅的景深 和噪点水平 包括比如说这个40柄 也是画质非常好的 那甚至是一些永诺的镜头 比如说永诺的50 F1.8 这个镜头 对焦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非常好 包括这个永诺的100F2 这个镜头大概也叫 不到1000块钱吧 这么大的光圈 再搭配这个剪焦增光转接环 你可以用 基本上相当于全画幅的效果 然后又这么便宜 那么你去搭配一些 这种便宜的画质 又非常不错的 性价比非常高的 全画幅的镜头去使用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性价比 会非常非常非常高 就算是你可能比较介意 它的这个焦段 可能没有覆盖完全的全画幅 或者是光圈 没有完全的打到全画幅的程度 但是假如说你以后 想要换全画幅的话 那你也是可以先 买这种全画幅的镜头 对吧 很多人都说说 我们先要投资镜头 但是你投资了镜头 你用APS-C画幅的时候 你可能还不如去买 APS-C画幅相同焦段 相同光圈的镜头 你比如说索尼之前有55 1.8 对吧 这颗蔡司的镜头要4-5千块钱 但是APS-C画幅 有个带OSSX光圈防抖的 50毫米F1.8 这两个镜头的 这个焦段差不多 光圈是一样 但是一个要1千 一个要4千 很多人其实没有 这个多余的3000块钱 所以如果你去过早的 去投资这样的 4千块钱的镜头 其实是非常不划算的 因为你多这3000块钱 你还可以买一个M50 这么好的一个机身 所以其实的话 有一个这样的 剪焦增光转接环以后 你就可以在预先投资 全画幅镜头的同时 先拍摄出来 全画幅的效果 这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事情 之后如果你换成 全画幅相机 或者你再买一台 全画幅相机的时候 你也可以把你的 APS-C画幅的相机 当做一个 接近于全画幅的 相机的背机 我们一般出去的时候 比较少换镜头 那你多一个相机的时候 要多一个保证 也可以多一些拍摄的角度 你可以同时挂多个镜头 比如说你有个变焦的镜头 挂一个定焦的镜头 你的这种切换的速度 就会比较快一些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这期节目 基本上就是到这边了 我目的就是告诉大家 由于有这个 减焦增光转接环 它可以把你的 全画幅的镜头 在APS-C画幅的机身上 变成全画幅的效果 也就是说 你可以以一个 800块钱的代价 就可以把你的 APS-C画幅的机身 变成全画幅的机身 同时我们又 没有损失太多的画质 对焦性能 又跟原厂差不多 你考虑这些东西以后 维着的减焦增光转接环 对于EOSM系统的用户来说 它的性价比 是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为什么要讲 佳能的EOSR 或者是各家的 全画幅的 入门级的单版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为什么这么多EOSM相机 我之前不是把 所有的EOSM系统 全都给卖掉了 为什么 一个是转接 试码的镜头的时候 它有一个固定的 向前跑焦的现象 但是由于试码 发布了2.0的固件 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你用EOSM系统 去用试码的镜头 它的对焦 现在是非常非常精准的 而且它的对焦性能 也很快 再加上我们今天 就会发布的 这个围桌的 剪焦增光转接环 我可以把APS-C画幅的 EOSM相机 给它变成 接近于全画幅的相机 去使用 这套系统 现在来看 它的性价比 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我这边 又买了一台EOSM50 又买了一台EOSM100 其实包括EOSM系统 它的几颗镜头 像1112超光角 或者是18150 或者最近我才出的 那个节目 32F1.4 包括之前 这个涨价 涨得非常厉害的 22F2这个饼干镜头 其实如果你追求 没有那么多 或者自己随便玩一玩 那当然最主要的原因 是你的荷包 可能没有那么古的情况下 EOSM系统 是综合性价比来说 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系统 再加上本身 加能系统 比如说它的这个触控对焦 触摸屏 翻转屏 操作系统 菜单的逻辑 包括这个拍摄的人像的肤色 视频对焦的性能 除非你需要一个 非常专业的功能 比如说1280p 120帧 或者是log的拍摄 但对于一般的 大多数家用 不需要这么多 专业功能的人来说 EOSM系统 现在来看 确实是可以 作为一个性价比 非常高的选择 好吧 那么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收看 拜拜